蒙住眼睛走下车 几乎90度弯腰 被押到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大门 他们就是音乐厅恐怖攻击 四位枪手嫌犯 深夜出庭在法院玻璃箱里 被大阵仗摄影机狂拍 恐怖嫌犯真面目首度公开 四人都是住在俄罗斯的塔吉克公民 根据华宇声明 其中三人已经症罪 在音乐厅杀害上百民众 根据名单 死者包括前地方选美皇后 还有当天为了庆祝生日 而去听音乐会的兽心 这次恐怖攻击 莫斯科根本毫无防备 措守不及 而有目击幸存者告诉大家 攻击当下更多细节 从户外一路开枪到室内 因此音乐厅内外都有发现遗体 俄罗斯全国哀悼中 有人用蜡烛排自纪念死者 俄罗斯总统不亲也到莫斯科近郊 亲自点蜡烛之一 莫斯科恐攻过了一天 烧出大破洞的音乐厅屋顶 还在冒烟 攻击当下恐怖程度可想而知 越来越多现场画面公开 各种拍摄角度 还能看到开枪瞬间枪口冒火花 俄罗斯当局宣称逮捕共11人 包含四名枪手 全都不是俄罗斯国籍 有些来自中亚塔吉克 恐攻后 普京神尹一整天 抓到人后才露脸发表谈话 他还这样说 普京整段谈话 不提已经承认犯案的ISIS 反而暗示 乌克兰内部有人参与行动 乌克兰总统责任斯基 再一次拍影片反驳 但撇开政治口水 俄罗斯人都被恐怖攻击 吓到了 中文活动取消 全国哀悼 医疗院所也涌入大批人潮 向捐血帮忙 TB 先用众朋友报道 欢迎回来新闻大百话 我们接下来关心二五战争 那么现在呢 说是在这个莫斯科的音乐厅 遭到恐攻的事件 枪手已经逮到了 那四名枪手呢 本来是试图要逃到乌克兰 不过在越境之前 就被逮捕了 那俄罗斯的内政部发声明说 他们都是外国公民 其中部分呢 是塔吉克绝 那说是不是这个ISIS 在当地呢 在犯案的 那审讯这个恐攻的枪手过程呢 也曝光了 有一名嫌犯就说 因为有人答应要付给他们 50万的卢布 其实财新台币17万元 让他进行袭击 可是现在就有捷克的安全专家 提出疑点 他说怎么听都怪怪的 因为呢 第一个不寻常的就是 凶贤逃跑了 这和过去典型的攻击事件呢 是不太一样的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 其实在类似的恐攻事件 凶手通常就是做好说 我要慷慨负义的啊 这样的准备 而且预期最终呢 一定是会安全部队给射杀的 那他怎么会跑呢 另外还有网友也提出一点呢 像是第一个 如果真的是的话 怎么没有带伊斯兰国的旗帜 或者是穿上黑衣 也没有留长胡子 背后是不是有猫腻呢 剑指的人是美国 好我们看到美国在第一时间呢 就说他们强烈谴责恐怖组织 那是大家共同的敌人 而白宫呢 也发哀悼的同时 透露说 这次袭击跟他们过去 曾经在3月7号的时候 对俄罗斯发出的恐怖攻击警告 是没有关系的 更表示说 拜登没有计划 要因此来跟普清 更进一步的通话 反正就是看起来 把一切都先第一时间撇清了 那拜登政府这样光速的切割呢 就被曾经担任CIA情报官员的 这个反恐办公室的强森 就提到说 其实拜登政府 越是急着切割保持距离 那其实更值得注意了 因为呢 这显示说 美方对于恐攻的实施者 和背后的资助者 是有一定的程度上的了解 好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呢 当时川普就曾经 就说这恐怖组织 就是欧巴马所成立的 甚至也有呢 调查记者 他在抽丝剥茧之后呢 说他发现到的真相 根本就是 从采购单据 航运资讯 公司航号等等 揭露说 美国的外交政策 跟这恐怖组织呢 是有一些关系的 那等于说呢 他就指控说 美国是一边宣布 打击恐怖主义 一边用秘密的 支援恐怖主义 那现在罗斯总统普钦呢 他也发表了最新的谈话 他也质疑 这个凶手不正常 好我们看到普钦呢 他的谈话当中 完全没有提到恐怖组织 任何的名字 那么他还提到一个细节 说乌克兰为他们 甚至准备了一个窗口 就是要让他们方便 可以赶快的逃离俄罗斯 好那现在泽伦斯基就反向了 他说啊普钦你这就是招式 根本都是旧的 意在使用 普钦只是想要找一个替罪的羔羊 这些招数都一样 过去摧毁建筑啊 枪击啊爆架啊 这些都是归咎于其他人 好但不管如何呢 也可以显见说 俄乌的战火呢 还是一波未平 一波幼气 持续升温的状况 最新是俄军 再拿下了巴赫姆特以西的 一个城镇 这是近几个星期以来 他们一连拿下了 前线很多个据点的控制权 另外是呢 在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基地 也是遭到了袭击 那乌克兰呢 是弹袭了克里米亚赛防堡 那造成了一死四伤 那这个地面防御系统呢 宣称说 击落了超过十枚的飞弹 是最近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场空袭 好另外呢 是要应对北约的新基地 俄罗斯方面也有动作 组建了地涅薄河舰队 那说是呢 这也具有一个相当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先请教戒大使 怎么看说呢 这恐怖组织 是声称说恐攻逮到了凶手 可是这个凶手呢 看起来背后猫腻蛮大的 对 现在我想俄罗斯一定在彻底清查 这个他手上已经抓到了 当场抓到了四个嘛 对 那一共一共现在拘留了11个人 我想大概很快 他们会掌握到这个真正的这个问题 然后幕后的指使者 那这个行为是 我刚刚前面提的很对 他这个不太像这个IS他们的固定的做法 IS他们就是 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自杀式的攻击 那这些 这次参与莫斯科大屠杀这个凶手 他们基本上 他们没有这种传统的 这种所谓的 伊斯兰基本教育派他们那种杀手的那个特征 不太具备 而且做完了以后 他们还从容的准备逃走 那不过这个对的这个 在这个公共场所 大庭广众直接对这个无辜民共开枪 这个其实蛮残忍的 而且还丢了手榴弹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在纵火 把那个整个后来那个这个音乐 音乐听都烧毁了 那现在这个人数 虽然就是说130多个人 伤者现在还在统计 那不过这种 这种规模的这种屠杀 事实上在这个恐怖攻击里面 并不是那么多见 而且是对这个无辜的群众 这个 平民百姓 他是一个无差别的一种屠杀 而是拿着自动武器进去扫射 所以其实在国际的这种恐怖主义里面 也算是比较残忍的 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攻击 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 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美国当时911的时候 美国是举国 这个寻找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就确定了 是这个基地组织 所以就造成了美国 直接发动了两场战争 这个都跟这个美国的911被炸 那么有关 那么俄罗斯的话 这个也可以说就俄罗斯来讲的话 这是俄罗斯所经历的美国式的911事件 这是俄罗斯的911 那我觉得普丁一定会强烈的报复 那可是他这个对象 他现在只是暗示说这些凶手 是要往乌克兰这边去撤退 进入 而且乌克兰给他们准备了一个 好像一个空间 让他们可以进去 那所以这个已经有一点点暗喻了 那美国的媒体不断的想把他这个凶手 往塔吉克方面带 还有塔吉克还带 那么而且美国一开始就讲 美国媒体都说 包括美国政府 这个就跟乌克兰绝对无关 那我不晓得美国有什么证据 有什么证据做这样子的论断 而且希望把这个整个凶手 这次的大的屠杀 往塔吉克这个国家去 我觉得塔吉克的话动机不太大 因为塔吉克过去虽然是俄罗斯 这个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 还是回教 可是好像他跟这个莫斯科之间 没有那么大的矛盾 那所以这件事我觉得 我可以断言就是说 普丁一定会强烈报复 那我想这个报复 等他对这个事实真相调查出来 然后他有足够的证据 让他做一个报复的决定 我觉得那个报复规模是非常大的 所以美国也被扯进来 因为美国的大使馆 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 曾经公布一个撤侨 就是说警告他们侨民的 你准备撤离吧 因为莫斯科要发生 也是有恐怖攻击的事件 那人家就要猜为什么这么准 对他怎么事前知道 而且现在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 美国的就 美国的政府明白的讲 就说这跟乌克兰无关 那他怎么会知道呢 而且这里面 事情发生以后 这个伊斯兰国 IS他们有机构说 这是我们干的 那么美国的政府 跟他情告机构就立刻说 我们经过查证 确实是IS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太缜密也不太对劲 我觉得这些 基本上我觉得都蛮悬疑的 那不过我觉得 普丁会相信他自己的人 怎么调查出一个结果 调查出来以后 我觉得免不了又一番心风血雨 来 建长 我们看这个 现在到底 因为当然要调查凶手 只是说 普钦好像还是持续在 恶物战争上 跟泽伦斯基互纲 我们先讲结论 美国的情报单位这么厉害 先告诉我们 北溪一号跟北溪二号的 这个天然气管 到底是谁炸的 你讲不出来就是你 那我们这样讲 我们看过各种的电影 甚或是因为现在 所有的恐怖的这些爆炸 几乎都有所谓的 闭路电视拍下来 最后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最后就会 他们携带着自杀炸弹 然后喊一声 真主自大 然后自己粉身碎骨去殉教 可是这一次为什么没有 这一次不但没有 而且他还有所谓的乌克兰痕跡 什么叫乌克兰痕跡 因为这些人他没有殉道 然后他一路往南跑 他要跑进哪里 他其实俄罗斯是有指出一个地点的 但是他没有指出非常详细的位置 那个地点 其实也就在于基辅北边 跟俄罗斯接壤的那个区域 那他为什么要从那个 为什么要不断地在接近那个区域 因为他要进入基辅 如果他是塔吉克的话 应该往东走 难道迷航了吗 难道迷航了吗 走错方向了 对啊 怎么可能发生这件事 那至于说 这件事情反而给了普丁他的一个实际上的借口 也就是说现在从各种的那个研判上来看 当初在2022年的2月 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这个是普丁他是为了要规避这个国际法 也就是联合国宪章相关的那个禁止武力攻击的这一个规定 所以他说这个叫做特别军事行动 可是现在已经有理由了 所以慢慢他就会变成一场战争 那变成战争的时候 可能他出手就不像之前这么样的一个保留 然后虽然大家说俄罗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的确是 因为他要保留了很多的战力 做为什么 因为大家有一直有一种怀疑 也就是未来实际上那个法国总统他也说了 他可能会派兵 他只要派兵进入乌克兰 当然普丁来讲 他就要使用战术的核武 那战术的核武 难道他是会在俄罗斯的境内爆炸吗 不 他会打在乌克兰的境内 所以这个是最危险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看得到 现在两边就是我们刚刚前一节讲到 实际上来讲 他们有人战机的部分是比较少的 飞来飞去的都是飞弹跟无人机 那俄罗斯其实当他原来要在最近 授予印度两个营的S400防空飞弹 可是他推迟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在巩固他的空防 巩固他的空防之后 让他的国土境内的各种的炼油厂 或者除油设施 不会再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 乃宾哥怎么看说 这个恐攻的嫌犯 跟美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恐攻真的很奇怪 因为他第一个不符合 伊斯兰国过去的模式 那再加上他们的逃亡的方向又很怪 所以我想这会引起很多的不同的揣测 那现在人落在俄罗斯的手上 那当然俄罗斯会进一步征讯 那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 不管真正的结果是什么 普丁一定会把他导向 对自己非常有利的一个方向去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乌克兰恐怕麻烦大 实际上你看最近 俄罗斯已经不再用特别军事行动 他已经就是用战争了 然后他们也已经讲了 他们现在要开始强化军队 要开始征兵 他要增加很多的部队 那甚至他 你们这边也提到 他要成立地内渤河的舰队 目的是干什么 其实地内渤河一路可以冲到基辅 我觉得之前普丁大概是 就是说你只要把乌冬这个地方 让我十字占领 十字拥有 那就算 那现在普丁看起来是要把战争升温 因为北约看起来这些国家也是一副 就是要继续死缠下去的这种样子 所以我觉得对普丁来讲 他为什么要把特别军事行动改掉 就是直接把他当战争 也就是第一个方便向国内征兵 那第二个他要加大在乌克兰这边的力道 你看他最近今天已经有新闻出来 就是他实际上攻击了乌克兰很多的发电设施 已经造成上百万人停电 那他就是要把整个战争升级了 所以过去 第一个过去他可能不攻击的地方 他可能会开始攻击 那第二个他恐怕不只是仅限于乌冬了 他可能要把战争一路推到往基辅的方向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北约来讲就会陷入一个很大的难题 也就是北约接下来你们要出兵吗 那你还能够给乌克兰多少援助呢 那乌克兰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公司 又能够支持多久呢 这些恐怕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势的转变 千万不能小觑 那至于说这些恐怖分子 到底跟美国有没有关 当然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因为人也不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更不容易知道 可是全世界的恐怖攻击 其实大部分都跟美国有关 我们必须这样讲 中南美洲的这些游击队 其实早年几乎都是美国扶持 那在中东这个地方 你不管是盖达组织也好 海山也好 那甚至宾拉登也好 他们之前很多人都受过美国的训练 那实际上美国本来就是训练这些恐怖分子 来去干扰美国的敌人 那结果到后来这些人做大之后 反而又跟美国在对抗 所以你去全世界去看恐怖攻击行动 大部分都有美国人训练的椅子在里头 所以当年川普会这样讲 其实也不夸张 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 美国其实正是全世界恐怖主义的温床之一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美国想要撇清 这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对 当然这个凶手的身份 还要持续来追踪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